1410MA 真的很漂亮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們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什麼 Enter鍵 它是使用撞色設計的 需要做爆表 你就需要切換數字 這邊有個觸控板 但是它的觸控板上面有什麼 有沒有看到 有數字鍵對不對 如果要用就打開 我們就按下去就打開 然後那燈就亮 你就可以變成數字鍵 那如果要觸控就關起來 不要以為它是樣品機喔 它是實體的實機好嗎 它既然就1.3公斤 登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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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沒有看到 180度 直接攤平給大家看一下 F515EA 你首先可以看到一下 有沒有看到 非常大的螢幕 15.6吋 天啊 這麼窄 你們知道這是屏佔比多少嗎 83% Intel Iris有沒有 這顯示它比一般的文書處理系更優秀 一隻手有沒有 輕輕鬆鬆 它只有1.8公斤耶 超級超級輕盈 來看一下這邊寫了什麼 來 它上面寫的是 德國萊英互眼認證 有看到嗎 鍵盤都是1.4mm 這還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因為它的分導比較剛剛好 就是這一條 每一個空格有沒有 1.4mm 所以用起來很順暢 不會卡在一起 比較好打字 然後使用起來觸感非常非常好 然後回饋也感覺很好有沒有 鍵盤的下方這邊有什麼呢 它裡面有金屬支架 所以可以讓它比較兼顧耐用 它是SSD固態硬碟 大家都知道 存取跟讀取速度都比較快以外 而且比較安全 然後它還有加強它的點證功能 所以完完整整的客戶你的資料 完完整整的客戶你的機殼 它這邊的有HDMI的連接線 還有我們的Type-A Type-C 然後同時它是使用USB 3.2 華碩S515KA 它最大的差別在於它的處理器 晒陽的處理器 一樣是1.8公斤 然後它一樣是窄邊框 很輕 喜歡這種大螢幕的 算有限的 來我只需要它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每週三的Live武神好康 都有最優惠價格 然後送最多的好禮 讓大家滿載而歸 我們下週三見囉 拜拜